继续来看到南投也传出了天降甘霖的好消息 同样也是在下午三点多 在南投山林溪到大伦山一带 受到山区热对流影响 天气突然变成阴天 没多久下渠以来 虽然雨市只维持了短短十多分钟 但茶农还是非常兴奋 开心喊着希望雨可以在下大一点 让今年的春茶可以顺利采收 大大小小水滴从天而降落在山林间 滴答滴答声响听在茶农额里 可是最美乐章 南投街12号清晋农场迎来南德雨市 事隔两天24号 同样位在高山上的山林溪和大伦山 民众开心看到田降甘霖 茂密山林经过雨水润泽更显翠绿 遇上及时雨 还有民众撑着两把雨伞漫步雨中 虽然雨市忽大忽小 仅仅维持了十多分钟 茶农依旧相当兴奋 喊着希望雨市越打越好 也希望老天爷多下一点 因为我们这边的春茶 最近都在生长中 预备要采收了 也希望能够多一点雨水来滋润一下 茶农盼望雨水滋润干涸土地干旱 早日缓解 接着曾荣杉南的报道